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效果会更好 这一张是用A4的纸切开一半 这些正方形纸也不一定要用正方形 可以将它展成不同的形状 例如心形 首先将这些小的纸展成你想要的形状 可以先在这里对接一半 然后在这里画一个心形的形状 又或者说不用了 我就这样剪 也可以剪到 也可以就这样剪 沿着半个心形的形状 剪完之后出来是一个心形 也是可以的 剪了一个形状 然后打开一个心形 如此类推 你可以剪了这么多张纸 可以做五叶纸小书用五张纸 六叶纸小书用六张纸 第二张纸可以对着 沿着边去剪就可以了 甚至乎如果你想快的话 你可以首先将这一叠的纸对齐 然后将这一张已经预先剪好 一张適合你心水的纸拼在里面 然后一次过搭好整一叠 这样去剪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做到每一个都一样大小的纸 也是比较方便快捷 一次过就剪好这么多张纸 如果你剪成心形的话 你待会每一版的小书 都是心形就会很漂亮的 当然如果你说我也是喜欢正方形 那你用正方形也是可以的 好 然后当我们剪好之后 你会看到每一张都是一样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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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了 好 我们先放在一边 然后我们就要做这张卡卡了 你会留意到我的心形 其实是用不太阔的纸 所以我们其实是不需要用到那么阔 我们就可以把它剪窄一点 剪到几窄好呢 我们就把它在这里 在这里量一量 大概我想左边留一点点 右边又留一点点 所以我大概去到这个位置 这样就够了 这样 你可以为了方便自己 待会剪刀 你可以碰一下 然后在这个位置 沿着边边就可以 最重要是对齐头 对齐尾 效果就出来了 你可以用指甲 按一下 然后你会看到条痕 如果你怕你剪的时候 会剪碎 你可以用圆筆 在这里 画一条线 又或者你可以说 我可以了 我一剪就剪到 你可以沿着这条边 然后把它剪下来 当你剪好了 这一条就不要丢 因为有用的 好了 而这一张长条这一张纸 因为我这里是预备了 有六叶纸 所以我会做六个不同位置的 因为我希望每个都平均 所以我要大概画一画去的位置 待会贴上去的时候 就可以平均一点 为了要令到我做出来的效果好一点 我底部就留下少少的位置 就够了 不用留太多 然后我大概就在这里 你看到顶大概在这个位置 底部留下少少 那么我就在这里 加一点 看一看自己 嗯 大概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大概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有六张纸 所以我就要在这里 点六下 每一下和另一下 就刚刚好隔了1cm 你看到我这把银子很好 它本身是每1cm 就有一个正方形隔 所以当你画的时候就方便很多 当然了 哎呀糟了 我没有啊 没有这款 不要紧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间尺就可以了 总之是每一个cm 你就每一个相同的间距 你点一点 我就用1cm做一个间距 你可以不用1cm 你多个或者少个1cm 都可以的 搞定了之后 我们就准备下胶水了 有些人他就会在两边都点的 接着是这个间线的 但因为我们今次做了心形 如果我看这边间了线的话 中间这里就会见到 我不想见到 所以我大概在1cm 大概那个位置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就用胶水 正常应该在下面这边点 但因为我怕那个位置会凸出来 所以我今次就在这个心形纸的上边点一下 记住不要点太多 如果你要点太多 他会送出来的 这样我就贴下去的时候 尽量我们就不要让那个圆斑狠走出来 这样你就不会凸出了 这样我就为了 待会险我会逃去 你可以大概遇到个尾尾 或者尖尖这里 要大概在同一个位置 稍後不會弄歪 大概這個位置 你會見到上面和下面的位置都差不多 非常好 到第二張 在上面點一點 不要放太多 因為太多就會弄歪 在第二點 盡量貼的時候 避免會 遮蓋 可以看到第二張 我怕這裡的膠水 太多 會黏住上五張 你可以找到剛才用完的廢紙 可以抹一抹 或者用自己抹都可以 先抹走多餘的 接著到另一張 最重要是不要放太多 放太多 效果就不好 我們大概放在中間的位置 你會見到 大概這裡 是1個點 2個點 3個點 大概位置都是接近的 如果不接近 如果不接近 你趁它還沒乾之前 拿出來 調好位置 就可以了 我們又到另一張 如此類推 我們就把它貼 一張一張 你會見到 當你貼了幾張 大概位置都對正就可以了 再貼 當然 你說我本小書 可不可以多過六葉 我想再做多幾葉 最重要是每一張和另一張 寬度差不多 效果就會好 好 我準備了 原來我點多了一個點 不要緊 我們現在就把六張紙 1 2 3 4 5 6 六張的心心都放在這裡 多了一個點 我們把它擦掉 好 搞定之後 還未完成 你看到 上面這裡很長 為什麼要這麼長 因為我們會將它屈在後面 現在可以先將它屈在後面 我會預留一點點的空位 你會看到我屈在後面的時候 是後面那張 還是前面那張 為什麼呢 因為我正在這裡要向後拉 當我一向後拉的時候 你看到中間那張紙嗎 那些紙就會一邊 逐張逐張打開 是不是很漂亮 我拉多一次給你看 逐張逐張打開 你就會看到裡面寫的字很漂亮 這本就是心心小書 但是我剛才用手去移位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固定它呢 讓我容易處理呢 我們就用剛才 我們有一張紙 我們就要用這張紙 這張紙怎麼做呢 我們就不用用完整條 好了 我為了固定它 我就在頭頭尾尾那裡 放一點膠水 讓它可以固定這張紙 好 我就將這裡 摺上來 然後這裡屈上來 因為待會會在後面拉 我們要遇到少許位置 讓它稍後容易拉 因為如果剛剛貼到實實 它會比較難拉 這樣 我遇到少許位置 還有我固定位置之後 你會看到在後面 這裡是包在下面那張紙 然後我就要拿起小書的最底那張 我們就要這樣貼 貼在中間那裡就可以了 我們就在這裡 塗上少許的膠水 或者你擦在那邊也可以 好 然後我們盡量貼到 在最底的張紙 最高的位置 固定位置 固定位置之後 你給它時間乾 你會看到 最後面這裡 應該是包住了後面那張紙 當你做好了之後 你就會發覺 如果你拉後面這裡 拉後面 它就會一路 一路向上 逐版 逐版 讓你看到 書仔每一頁寫什麼 除了是寫 你送給人 當是卡 母親節卡 或者是生日卡 可以在上面寫給誰 然後是寫 Happy Birthday 寫給他的生日祝福 或者想畫圖畫 之外 你也可以當它是一本 活動的小書仔 例如你在裡面 畫一些公仔 寫下去 這樣也可以 但我要告訴別人 這本書是怎麼用 在下面這裡拉 所以我在這裡 就要加一張字 打印也可以 或者寫出來也可以 我會在這裡寫下 寫著 這個要向下拉 就會成功 讓別人知道 這是向下拉 就會成功 這樣 而另外 在這裡 你可以開始寫你想寫的東西 例如我今次 是想送給 George小朋友的生日卡 我就寫回 然後我想祝他生日快樂 那我就寫回 Happy Birthday 祝他身體健康 祝他身體健康 我都想他努力讀書 這樣 然後想他開心點 想他開心點 想他開心點 Happy 好 最後就告訴你 這本書是我做給他的 好 快點這本活動小書就完成了 希望你也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